杭州的小杨做了鼻综合手术 他说原本她是一个自信的女生 但现在很自卑 可医疗美容医院方面却表示 小杨的鼻子本来是60分 经过调整已经达到80分了 杭州新丰路与机场路交叉口附近 有家新新威医疗美容医院 小杨说2015年 他做了一次鼻部整形手术 但过了两年 他觉得鼻子高度不够 想要更挺一点 2018年1月份 他到这家新新威医疗美容医院 做了鼻综合手术 花了两万六千块钱 小杨说 鼻综合手术做完后 就出现了这些问题 他跟新新威方面反映的情况 术后三个月他做了修复 但情况没有改善 今年4月份他又做了一次修复 4月份到现在就一直这样子 我感觉还是没有 还是歪折 又变成鼻孔 比之前还要更小 都快缩缩了 我连呼吸都感觉有阻碍 对 就等于说这两次修复 还是没有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对 你想要非常大 就可能我没有 以前那么自信了 我本来是很傲娇的 然后现在就很自卑 就一直跌着头 因为我抬头 人家就会看到我的八寒人 然后会说 你鼻子是不是有问题 那然后低头的情况下 就看得非常明显 比肩往右变歪 歪得很离谱 心理也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歪跟八寒是这样的 它因为有 我们是说的 有可能在做的当中 可以再跟它调整一下 这个就是说 有点牵着的歪性 是可以解决的 但是它已经修复了两次了 对 因为鼻子这个东西 是这样的 因为越修复 它真是怎么长 怎么个 怎么个 长方向 我们不得而知的 对不对 没办法站起来 根据修复以后半年 我们会给它调整 这其实都是很小的问题 于经理拿出了电脑 里面登记了 当时手术医生的 资格证信息 他说 如果小杨 还有不满意的地方 他们可以再次修复 另外 鼻孔一大一小的问题 与小杨 本身条件有关 你没放在看 他数前的这个照片 本身他就是单侧的 发育不完整 就本身就是 一边一边大 一边小 不可以通过整形 来进行调整吗 是这样的 医学的手段是有限的 你调整过以后 肯定是跟他 以前这个鼻子 是没有办法比的 那不是本身就不完美 想要通过手术 变得完美吗 对 他本身只有60分 我们跟他调整过 以后他达到80分了 但是他心理价 有可能想达到90分 你是怎么样看待 这个60分和80分 我不觉得 我觉得我现在减分了 小杨说 他对这家医院 已经失去信任 他要求对方 退2万块钱手术费 他再去别的医院 做修复 那我们 我们给他建议的 就是这个鼻子 你去走司法鉴定 让鉴定出结果 我们到底是 给你做了成功的 还是失败的 小杨表示 下一步 他会去了解 医疗鉴定的相关流程 1818黄金眼 记者报道 好 好